真正比较快容易让我们觉醒的就是 你只要把灵觉开发出来 然后经常浸泡在道里面 浸泡在天地父母大自然里面 才能够比较快速的把那个小我逐渐的淡化 你浸泡在天地父母里面 我们那些贪嗔痴才会逐渐的淨化 肉体生病可以靠吃药而把病治好 也可以不需要吃药 疾病能够自动的修复 人本身有治愈力 好 重大疾病 医生宣判死刑 但是不少人他可以奇迹式的活过来 医学没办法解释 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这些人回归大自然 让天地父母来帮我们疗伤止痛 让天地父母让道来帮助我们身心修复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 最伟大的是道 老子就是希望我们要认清出道是什么 老子就是介绍我们去认清我们生命的源头 认清这个道的奥妙 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源头 如果你能够逐渐地认清道是什么 你就会越来越安心 越快乐 那些贪嗔痴我们都会逐渐逐渐地淡化 来 现在很重要 我们要把决心开发出来 把灵觉开发出来 有的人他会提到 你讲得不错啊 你说道怎么样 道对我们生命多重要 天地父母对我们生命多重要 但是我体会不到啊 我看不到啊 事实上每个人每天都浸泡在道里面 随时随地都浸泡在道里面 浸泡在天地父母里面 也许有的人他认为 我们的宗教信仰不提这个道啊 所以你讲那个道跟我们无关啊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但你还是一样 每天随时随地都是浸泡在道里面 不因为你不知 他就不存在 不因为你否定 道就不存在 因为那是真理 那是实相的存在 所以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正确清楚地认清出来 你没有认清出来的话 你就觉得他跟你好像无关 所以现在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让自己有灵觉 逐渐地觉知觉醒 如果你没有觉知觉醒过来的话 你会一直觉得 你说天地父母 我还是体会不到啊 我感受不到啊 因为你把它当作只是知见 你没有用灵觉去体会 去感受 从现在开始 大家要让自己随时都处在有觉知的状况 要清醒明觉 比如说跟你讲过 我们就浸泡在天地父母里面 这个不是抽象 天就是虚空跟太阳 地就是地球 你以前对地球怎么样的认知 没关系 那是过去 现在重新来认识 地球就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没有他 你我他的生命 不会存在 有的人他会认为 我的生命是怎么样啊 我求生到下一世 求生到他方世界啊 这个地球跟我无关啊 那是忘恩负义 你不知道这个地球 对我们生命的珍贵 不管你来生来世 你往生到任何的世界 往生到任何的星球 记得 你的生命存在 一定有当下支撑你生命存在的载体 而这个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载体 就是道 好体会 你真的能够体会到的话 你到哪里 你都浸泡在道里面 这个道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太抽象了 这个不重要 我跟大家强调的是 所有宗教 最终的目的 都是引领众生去找到道 名词不一样而已 唯有你找到这个生命的源头 跟他连接 你才会真的安心自在 所以 如果以天主教来讲的话 他们祝福的语句里面 都会提到 主内平安 与主同在 回归主怀 只是这个主 如果你把他变成有形有相的某种神 某种超级的神 或是他有 你信我 我才怎么样对你好 你不信我 你就要怎么样 像这个的话 这个是 很多是人类的因素添加进去的 如果以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生命源头 就是老子所讲的道 他本来没有名称 老子是为了沟通起见 他就勉强把它取名为道 佛陀有佛陀的称呼 佛陀把它称为空 涅槃彼岸 天主教基督教 把它称为上帝 天主 但如果你把它变成某种形 某种特定的形象 或是对某种种族 民族特别好 那这个是人类的因素 以道而言 那是完全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 回教 伊斯兰教 一样 所信仰 所追寻的那个最终目的 都是协助众生去找到生命的源头 养育我们大家的天地父母 所以本来每个人都浸泡在那个生命的天地父母怀抱中 可是一般人却认不清出来 孔子就讲过 道不可虚以理 也就是我们的养育我们的这个天地父母呢 没有片刻离开过我们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感觉不到 那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观念之见所障碍了 本来都浸泡在里面 就好像你跟身体里面的红血球 白血球跟他讲说 你就浸泡在这个大身 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身体 这个就是你生命存在 你的源头 那个白血球 红血球 他认为说 我感受不到啊 我看不到啊 所以就是 有没有觉知的问题 你有没有觉醒过来 所以希望大家 从现在开始 就是要让自己 很有觉知的来生活 前面一开始 你难免会有绷紧的情况 因为以前懈怠习惯 散漫习惯 或是习惯用肉体在工作 习惯用大脑在思维 而现在呢 要来到用心灵来生活 这个是从物质层次提升到心灵的层次 这个大家要好好练习 你为什么会感觉不到 就浸泡在天地父母里 为什么会不知感恩 那都是因为用肉体 用物质层次的肉体 在走在坐 所以 人 如果你没有来到用心灵 来觉知的话 你就只是活在物质肉体的层次 那现在呢 要觉醒过来 那这个觉知 也不是到他方世界去找啊 是你本来就具足 本来就有 只是你不习惯 没有习惯用它 只是常常处在不知不觉的情况 现在呢 要从不知不觉 慢慢的觉醒过来 所以 你在做什么动作 都要清楚觉知 你没有觉知到的情况之下 就要把动作慢下来 做什么动作 都要清楚的觉知 我现在在做什么 走路 就好好的走路 清楚的觉知 我正在走路的情况 自心一触 当下比较明显的动作是什么 你好好的觉知它 如果你能够放下万元 清除的觉知 你正在走路的情况 一步一脚印的走 放松的走 没多久 你就会感受到 生命的神圣庄严 宁静 你真正用心灵 在走 很有觉知的 在走 没多久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种生命的神圣庄严 还有什么叫做 身心合一 心静一体 没有那些观念了 整个生命 它就是浑然一体 所以光是走路 精行 你都可以让你感受到 很殊胜 它是很神圣的 生命最珍贵的是 每个当下 每个刹那 不要急 好好的把眼前 这一秒 这一当下 这一刹那 好好的 觉知 放松的去感受 走路都会变成很神圣 扫地 也会变成 很神圣 吃饭 不要吃了好几十年 还不知感恩 我们能够吃到饭 我们能够喝水 要知道 这些饭菜 这些水 当然人类有人类的因缘 帮助 但是要知道 人类所做的都只是助缘 真正主要的元素 主要的因素 是来自于天地父母的化育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 要吸妈妈的奶水 在还没有出生之前 我们在母体里面 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成长 但是都是靠母亲的营养分来供应 出生之后 一样一段期间 要母亲奶水来供应 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到现在 每一天 我们所吃所喝的 就是天地父母给我们的营养品 讲更白话一点 我们每天 你所吃所喝的 就是地球母亲的奶水 在供应我们 不要变成胡仑吞枣的吃 不要吃了几十年 还不知道感恩 我们的天地父母 所以吃都要很有觉知的吃 要去吃饭之前 要先有感恩的心 那个不是敷衍 不是仪式 是提醒我们 真的 我们有饭吃 要感恩 感恩天地父母 感恩各种姻缘 你有觉知的吃 有感恩心的吃 这个饭都变成很神圣 连吃饭你都可以吃得很喜悦 很安心 安住在每个当下 你才会真的安心